華監納駐白羅斯襲擊波蘭 北約最大擴軍增兵30萬 中共軍中重磅專家突然離世 打擊中南海 北美出現新一輪詐騙 針對海外華人電話 中俄在日本海演習 美國議員說北約必須擴置亞洲 新疆涉時52.2度 改寫中國最高溫紀錄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8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俄羅斯國家道馬國防委員會主席 卡爾塔波洛夫較早前 在俄羅斯一電視台的節目上爆料 普京將華格納集團趕到白羅斯 可能是為了攻打波蘭做準備 另外北約應付和俄羅斯開戰的行動計劃被披露 其中包括將快速反應部隊人數增至30萬人 蘇瓦烏基走廊位於波蘭東北部接讓納陶園邊界 是一片人煙稀小的狹場地帶 鏈接白羅斯和俄羅斯飛地的加里寧格納 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俄羅斯國家道馬國防委員會主席 卡爾塔波夫日前透露 華格納部隊被派去訓練白羅士兵 準備對波蘭發動襲擊 來奪取蘇瓦烏基走廊的控制權 他說一支打擊部隊已經準備好 在幾個小時內佔領這條小走廊 由白鵝官方所傳出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華格納軍已經開始訓練白鵝士兵 據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報導 蘇瓦烏基走廊在北約和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及納陶園等波羅的海國家之間 唯一的連接陸地 意味著俄羅斯對這片土地的控制 將會切斷波蘭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聯繫 也將會引起北約的反應 因為對一個北約國家的攻擊 將會被視為對聯盟的所有成員國攻擊 波蘭國防部長布亞什查克表示 由於擔心華格納集團在白俄羅斯的存在 可能導致不穩定局勢加劇 波蘭已將千多名士兵調往該國的東部 第十二和第十七機械化裏的千多名士兵 和接近二百套裝備 已開始向該國東部轉移 同時據俄羅斯觀點報網站15日報導 西方媒體披露了北約 應付與俄羅斯開戰的行動計劃 其中包括將快速反應部隊人數增加到30萬人 一份被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稱為自從冷戰以來最大規模的防禦計劃 超過4,000頁 裏面透露了北約 應付俄羅斯軍事衝突計劃的細節 其中提到北約駐歐洲盟軍總司令 無需與北約額外磋商 便可以獨立作出部分決定 此外 由實力加強的國家 分管東歐國家的防禦 例如德國將會負責立陶園 英國負責愛沙尼亞 加拿大負責拉脫維亞 美國負責波蘭 與此同時 該計劃將德國定位成為最重要的物流樞樓 北約將會在德國的威斯巴登 設立北約聯合陸軍第二司令部 北約還打算增加遠程導彈和火炮系統的儲備 最重要的是 該計劃規定部署30萬人規模的快速反應部隊 而目前只有4萬人 早在春季就有預測說 增加的人員會分為兩個梯隊 第一梯隊10萬人能夠在10天之內派出 而第二梯隊就需要30天才能出發 俄方軍事專家 阿爾塔莫諾夫認為 北約快速反應部隊膨脹到30萬 即是西方國家 正在在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 打造一支可能進行入侵行動的大軍 擴大北約總司令的權力 也是為了應付未來戰爭做準備 他還看到東歐國家也加強軍事化 華沙會獲得大量進攻性武器 波蘭、立陶宛和烏克蘭聯合軍團人數 將會增加到25,000人 目前正在積極招募士兵 在阿爾塔莫諾夫看來 北約採取的戰術是 一是就令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的漫長消耗戰 越陷越深 一是就與俄羅斯簽署停戰協議 直至由四面八方包圍他們 在對中南海攻台計劃至關重要的火箭軍高層將領 傳出被查之際 年僅38歲的中共國防專家馮洋克 又突然傳出車禍死亡的消息 被認為是對中南海的有一大打擊 馮洋克的身份 是位於長沙的國防科技大學系統工程學院 專業技術上教副教授 博士生導師 重點項目首席科學家 重大工程專家組組長 國防科技卓越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得獎者 中共官方證實了這個消息 更悲嘆的是這場意外事故 將會重創中共軍方的指揮控制系統研發 對於馮洋克的突然死亡 網上展開了熱烈討論 有人估計懷疑是被暗殺 不過根據了解內情的人士披露 他是在晚上由長沙飛往北京 坐網約車的途中遇到車禍死亡的 另外官方報導指 馮洋克在北京出席一場重要會議後 他乘坐的軍方專用小房車 和另一部水泥車發生嚴重傷狀 才令馮洋克當場死亡 報導也指 馮洋克是共軍系統精心培養的頂尖人才 被譽為軍方天才科學家 一直在中國國防系統內求學、升職 曾經在2011年至2013年 被派到美國哈佛大學和愛荷華大學進修 甚至兼任助理研究 他生前主工人工智能領域 包括智能博弈、智能規劃、深度學習等 據報導 馮洋克還是中共國內 冰棋推演的第一人 他設計了一套名為戰爐的電腦冰棋系統 是針對過去的系統進行創新 壓倒其他電腦冰棋系統 成為共軍最先進的主流冰棋推演系統 海外時事評論人士楊寧指出 馮洋克的學術成果 對中共軍隊的智能指揮和決策 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應該是共軍內部在該領域的頂尖人才之一 他的死亡無疑推遲了中共在這方面的技術改良 對中南海高層自然是一個打擊 而他的死亡 我們無法排除的一種可能性就是天意 因為上天絕對不會容許一個邪惡的政權 掌握最先進的武器和技術來禍害世界 火箭軍內部情報被洩露 智能指揮系統專家突然離世 加上美歐的高調警告 其實都是上天在警告中南海 攻臺違背天意 老天是絕對不會給他餘怨的 近期在北美出現了主要針對華人的 新一輪電話詐騙 由於大多數騙徒都是講中文 因此網民分析 這些詐騙電話很可能來自中國國內 或者是東南亞詐騙集團控制的地區 在互聯網披露 這輪騙圖的詐騙電話 通常顯示800字頭的電話號碼 對方自稱是AT&T 或者T-Mobile等美國電信服務供應商的 反欺詐部門工作人員 或者是客戶服務人員 接著就說接聽電話的機主 名嚇註冊了另一個帳號 向AT&T 或者其他供應商的很多用戶 發送了關於捐款的欺詐短訊 這個時候 無論機主怎樣去解釋 對方仍然堅稱 要對該機主撤查 並且威脅將會註銷機主所使用的電話號碼 以及另一個號碼 並且上報給政府部門FCC 而這樣必然會影響機主的信用積分 經過一番威脅恐嚇之後 對方通常會假意說 可以請一名supervisor來與機主交涉 一旦機主表現出心理有所搖動 或者焦慮 而急於找其他方式解決問題 對方就會要求機主 繳立一筆罰款 避免被註銷手機號碼 和上報給政府部門 或者捲入法律糾紛 要面對警方的調查 曾經有北美的華人網友 在接到類似的詐騙電話的時候 被嚇得很害怕 對方為了加大威脅力度 聲稱將機主轉駁到上海公安局 要通過skype視像 幫他下口供 對方甚至也打開了攝影鏡頭 可以看到對方 是一個新村警察制服的人 在一個貼滿了公安局裡 常見的標語的走廊裡 一邊走路 一邊說去口供室 開錄音設備 這個詐騙電話傳過程 持續了大約兩個小時 至於該網友 一度聽信了對方所說的話 一位網友表示 在網絡公開自己被騙的情況 就是希望更多人看到之後 不會再上騙徒的檔 另一位網友就表示 自己也遇到差不多的情況 騙徒準確說出機主的姓名和地址 以及電子郵箱 還聲稱在機主名下的另一個號碼 是在蘇州某機場註冊的 也有網友反映 接到類似的詐騙電話 對方說的是有印度口音的英文 網友質疑 騙徒知道機主的名字 電子郵箱等很多私人資料 這些資料是怎樣洩露出去的呢? 中共和俄羅斯軍方近日在日本海中部 展開代號為北方互動 用2023的聯合軍事演習 這是俄羅斯軍隊第二次 參加中共軍隊主導的年度戰略演習 也是俄方首次同時派遣 海空兩次力量參加演習 國防專家分析 軍事演習顯然目的是為了反制美國聯手日本和南韓 共軍國防部16號說 該國海軍艦艇編隊 由五艘軍艦和四格艦載直升機組成 已經離開東部港口青島港 將會在預定區域和俄羅斯軍隊會合 中共央視軍事頻道報導 中方五艘艦艇 其中齊齊哈爾艦和桂陽艦 都是052D型飛彈驅逐艦 日照和組裝兩艘軍艦 屬於054A型護衛艦 泰湖艦就是903型綜合補給艦 另外將會攜帶四架艦載直升機 彭博社報導 北京當局沒有直接向俄羅斯軍事援助 但是以另一種渠道向俄軍靠籠 就是直接接觸 據統計 中俄兩國去年共同舉行了6次聯合軍事演習 創下20年來最高紀錄 南華早報引述國防專家報導 今次演習 可以被視為是為美國企圖聯合日韓 為台海可能爆發衝突做準備 中共軍事致富威脅說 美國不僅僅與日韓合作 還與亞太地區其他盟友聯手孤立中俄 令北京和莫斯科走得更近 會促使中俄軍方舉行更多軍事演習 同時這場演習是在北京當局 繼續拒絕和美國恢復軍事交流之際舉行的 美國不斷呼籲中國同意恢復雙方軍事交流 防止發生事故 但是中共就無動於衷 一邊指責北約東進 一邊聯合俄羅斯展示力量 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 沙利文和達克-旭斯 16日雙雙表示 北約擴張到亞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沙利文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 NBC News節目採訪的時候 肯定了這個趨勢 達克-旭斯就表示 他經常訪問印太區域 美國的亞洲盟友密切關注烏克蘭局勢 意識到有必要參與北約 北約盟友也需要回到印太 他指出 中俄不僅促使北約擴張 更加強如日本、南韓和台灣等國家的決心 東南亞國家協會 阿斯人也發聲明支持烏克蘭 他說俄中其實在某種意義上 團結了整個世界 對抗他們的所作所為 今年4月以來 亞洲各國仍來一浪又一浪的高溫 7月16日 中國新疆測得了涉氏52.2度高溫 刷新吐魯凡盤地南部 艾丁湖涉氏50.3度的最高溫度 改寫中國現有氣象資料的最高溫紀錄 而6個月前 中國東北部的黑龍江莫河市 才出現了涉氏0下53度的氣溫 打破1969年 中國測得涉氏0下52.3度的最低溫紀錄 據新疆當地官方媒體報導 位於新疆維吾魯凡盤地三保鎮 一處觀察站16日測到涉氏52.2度的高溫 之前的涉氏50.3度高溫紀錄 是2015年在艾丁湖錄得的 而且預計 這樣的高溫天氣 還將持續5天 除了三保鎮 艾丁湖 芒蕭湖 和高昌故城 近日也錄得超過涉氏50度的高溫 路透社指出 今年各國不斷刷新歷史最高溫紀錄 各國正重新檢視他們的適應能力 而近期中國持續性的高溫 預計會為中國電艦供電和農作物 帶來巨大壓力 部分人士擔心 恐怕會重演去年的嚴重干旱 泰國網紅在外國直播 路過的幾個白人面口男青年 跟她打招呼 說你好 被認為是中國人 而且還有一個男青年 靠近試圖踏她的肩膀 這位泰國女網紅當場反面 大聲用英語告訴那幾個男生 自己是泰國人不是中國人 不是所有黃皮膚的亞洲人都是中國人 這位泰國網紅認為 被搭散罵你好 是一種種族歧視 有人說中共鹹魚翻生這二十多年 徹底令中國人變鹹魚 迎風臭味飄濕你 觀眾朋友你又怎麼看呢?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